排隊拿到雞蛋的弱勢朋友都很開心 雖然只是兩盒雞蛋 但是在蛋價上漲時 特別能夠感受到蛋蛋滿滿的溫暖 雞蛋然後可以來頂 你們自己覺得有沒有很溫暖的感覺 有啊 有啊 非常很溫暖啊 謝謝民眾啊 歲末年中之際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 特地結合基隆市樂活人生發展協會 在中山區議員服務處 製政美戶弱勢家戶兩盒SGS認證的安心雞蛋 以及玉兔城祥春聯和紅包袋 希望弱勢朋友在過年期間 能夠有小小的幸福 因為現在我們景氣也很不好 而且管理這個管理 就是我們一向的主張 也就是一向的活動 我們在辦的活動 好 謝謝 其實秉均跟我們樂活人生發展協會 已經連續四年都有舉辦寒冬送卵的活動 那這一次特別跟理事長來討論 就是說我們寒冬送卵 希望可以送到人的心潭裡面 所以這一次特別準備了我們兩盒的野生雞蛋 來去發放給我們的低收入戶 那未來其實若有足夠的資源上 我們會再持續擴大 甚至針對中低收或者是生臟人士 都會來逐步的來去發放 而且雞蛋是有團圓的意思 也希望在大家過年期間可以一家團圓 同時我們也贈送秉均特製的 玉兔城獎的春年以及有紅包袋 這是希望大家兔年都可以過個好年 那未來的一年我們繼續加油 雖然下著雨 許多符合資格的民眾還是騎車或坐車過來 而針對行動不方便騎車過來的民眾 張秉均也主動拿給他們 請他們不用下車 展現貼心的一面 張秉均進一步表示 這一波發送雞蛋主要是針對低收入戶民眾 從1月4號下午2點開始 到1月7號下午5點為止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